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原来是33.5% 后来呢到了43.6% 那这只是旺旺中时民调 我想特别来请这个东豪 刚刚我们听到光晴的意见了 那我们来请这个东豪分析之外 我们也去跟其他的这个民调 从7月到8月到9月 如今我们看到的其实 几乎都是马英九都在领先蔡英文 这个蔡英文就是追赶不过去 其实比较有趣的是 从7月到9月 马英九不只是这个领先蔡英文 而且还稳定 稳定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新新闻周刊 他在7月时候做的 这边是35.8对32.3 他是有把宋楚瑜的因素加进来 宋楚瑜有10% 好 我们再看同样的 在8月底的时候新新闻做的 37.2对31.9 这是蔡英文 这是马英九 宋楚瑜呢 16.7 那为什么看这两个呢 一个是7月跟8月 你看到的是 马英九稳定的在成长 蔡英文呢始终在31.32之间徘徊 宋楚瑜略有增加 我们再看另外一家 像这个TVBS的 38.36.13 然后39.35.16 然后最后是40.32.17 一样 你看到蔡英文的时候 他的不同媒体做出来 还是一样 维持在32的部分徘徊 然后宋楚瑜略有增加 当然如果看到9月的时候 就会更有趣 好 那个旺旺中时一样 33对26.8 10.3 然后到这个月的时候 38.8 31.5 3.6 目前来讲 中时旺旺这个差距 是目前是从9月开始 公布的媒体里面 它是差距比较大的 比较大 加于10%啦 对 已经超过3%的那个 误杀范围可能的地方 这里面你如果再观察说 这三组 33组人的一个互动里面 马英九在这两个月以来 其实仔细讲 他没有犯什么重大的错误 就没有犯错 然后呢 对他干扰最大的什么 是宋楚瑜的问题 那宋楚瑜问题 其实你看得出来 国民党一路冷处理 一路冷处理 就是什么 避免犯错 被打被骂 绝对不还口 绝对不讲什么 本来还有一些 来营的人会反映宋的问题 现在都不讲了 都不讲了 所以呢 他马英九没有犯错 那马英九没有犯错 宋楚瑜的因素在里面 为什么 蔡英文没有获利 或者蔡英文的 在民调说没有上来呢 他都没借到便宜 因为这一段时间的 蔡英文是消失了 也就是说 这个选举到目前为止 非常有趣 蔡英文是在野党 在野党挑战执政党 通常来讲 他都没讲到版面 对 你要在议题上 你要有主攻性 你要有主导性 可是这两个多月来的 蔡英文是消失了 一直到什么时候 你才看得到蔡英文 到了苏贞昌的事情 到了苏家全的事情 苏贞昌先拒绝 然后隔天宣布是 那个苏家全 苏贞昌先拒绝嘛 对 然后他说诚信很重要 对 后来就苏家全 蔡英文一直到 这个时候才浮上台面 他的新闻 再重新回到版面上来讲 也就是说过去这两个月 他浪费掉了 你跑蔡卓七成 可是你在语认上面 你在一个社会的传播上面 是没有角色的 等于是像不存在的 所以你看蔡英文 其实他的民调也很一致 各家在做 他就手稳在那个地方 可是你手稳是不会赢的 因为你没有往上走的趋势 而马英九一步一步 这两个月要慢慢慢慢往上走了 如果继续维持这个状况的话 那马英九会过关的 是 蔡委员那请教你 那宋楚瑜的因素 是有被加进来讨论的吗 我们看到其实呢 如果是就三人参选的结果的话 来 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 这个民调呢 8月3号的时候 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是怎么样呢 33比28.6比10.3 然后呢 到9月9号的时候呢 看到马英九 又上去了 38.8 成长了5.8个百分点 蔡英文呢 有一点点爬上去 2.9% 然后呢 是到31.5 可是呢 你看马英九还是领先蔡英文 有7个百分点以上 那么宋楚瑜的话呢 他也有稍微爬一点上去 13.6% 可是呢 你就觉得 好像这个里面 三个人这样子去做比较的话 好像真的 蔡英文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 那宋楚瑜呢 现在好像又传出来说 可能又是武党籍的身份去参选 这边我们有一个板子 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有人去分析嘛 我们自己是不太懂这个政治学 你比较懂你读这个 所以他说说以武党籍来参选的话呢 说超越蓝绿诉求有力 当选就组联合政府 可以中间选民当中更具号召力 那怎么办呢 真的是这样呢 应该从8月9月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来分析 刚才东豪兄已经把这个题给提出来了 第一个就是蔡英文在这一个位里面 基本上是新闻媒体上的边缘人 所以他很吃亏 因为大部分都在谈宋楚瑜先生的参选的状况 第二个好不容易蔡英文有一个比较 什么内部候选的问题 但这些新闻占的版面其实都是负面的 对他更惨 要么你最好没有消息 要么你就不要有负面的新闻 你两者都有的话就更惨 所以蔡英文是处于不利 他这个局势如果不翻转的话 我想未来他的参选 蔡英文会越来越辛苦 那回过来谈马英九总统 马英九总统呢 他这段时间里面就完全表示温良恭敬让 那么也没有犯任何错误 那因为宋先生的新闻在热潮的时候 那马英九总统也算是新闻的配角 一定会提到他 那他表现的态度又很诚恳 也没有去伤害到宋先生 所以他的声望自然会有一些中间选民 一直给他支持跟鼓励 那现在马英九总统唯一可能要面对的 比较谨慎的问题就是说 国民党的部分区率也是还没公布 如果公布出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的话 他声望还会再上去 那如果公布出来 像蔡英文这样被骂得满头包的话 那我想马总统这个时候又会吃很大的亏 压力就又来了 可能也会影响民调 至于宋楚怡先生他参选总统 他的民调支持度从八月初开始来 很不简单 他几乎没有什么资源 没有什么太多的力量投入 就能够有十几%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宋楚怡现象 可是相对的这个没有进一步的动力的话 他会停留在原来的地方 就客观来讲 他大概会停留在10% 多一点左右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想要去突破 那突破想到的一个方式就是说 是不是不要用亲民党的名义来参选 用五党籍来参选 可以扩大亲民党以外的支持度 因为亲民党本来就会支持他 因为欣赏宋楚怡先生就支持宋楚怡 那可是带着亲民党的话 他又有个一定的局限 因为很多人可能是想要支持你 可是不支持亲民党 所以是不是把这个变成一个五党籍 但这个是有风险的 是有风险的 因为五党籍的形象 在我们台湾的社会上 在几乎在每个县市 他代表的意义都不太一样 他如果代表五党籍的话 会不会让他选更差 这个还不一定 要看他怎么去诠释 这个五党籍参选的含义 哦 是 诗成你的意见呢 我不管这个如果说宋楚怡 他是一个影响马英九 很重要的变数之一的话 那其他的选情 到底对于马英九来讲 尤其他如果是代表五党籍 出来选的话 那对马总统来讲 我不是学政治学的 可是我逻辑很清楚 这不合理嘛 不合理 你的亲民党 你现在已经提名十个了 然后你一个党主席 用五党籍身份参加总统大选 这是什么来的 这是请问一下政治学这是哪一个 这是 这是什么学 我怎么不懂啊 还没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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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全不合理 我们先不要计较说 他跳出所谓蓝绿之外以后 他用五党籍身份参选 他可以得多少票 这个在政治操作 或是在这个政党政策来说 这不合理的事情嘛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样会影响 选民对他的信心 你现在从啥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负数 我刚刚特别差一点 我一定要提醒这个蔡委员 不要看现在这个民调趋势向上 这车好了 这个不分区 阿萨布鲁 郑思成 郑晓成 全部往里面塞 你塞塞看 塞完你就知道结果了 对 没错 我们一定要很谨慎 520之后 520之前这个蔡主席被提名了之后 他一路过来 请问一下他出现在媒体上 哪一件事是蛮好的事情 讲一件就好了 他都没有 你都跟你说 就没有 就是从那一天520后 为了抢版面 我不要再重述了 但苏贞昌那一队见面 一路走来 我要讲 他们现在 因为我维基解密 后来我发现说政治人物的东西 都要好好的解读 他们说苏嘉全叫做决战中台湾 那本来苏贞昌如果他答应的话 是不是要决战北台湾 对不对是不是更好 北台湾是泛兰的票仓啊 那如果彭范昌答应是不是要决战全台湾 全世界 8A总裁 所以我就说 我就说你早了半天就找不到人了 讲哪天就找不到人了 因为我老是想到一个漫画画面的时候 蔡英文到处找人 然后那个苏嘉全手指着自己说 我刮啦 就刮啦 你知道吗 苏嘉全曾经在五都选举当中 打得非常漂亮成为明日之星 结果现在是这个样子的结果 所以为什么选民会对于蔡英文这么没有信心 好好的人让你放在这里 结果最后是你不得不的选择 你整个的布局包括当初 你如果说不是对苏贞昌这样子 他答应你选总统 或许你的路会更好走一点 你是走一步算一步 你知道吗 那有一句成语叫什么就忘记了 就是一步一步走完 你完全没有整个破话 所以最近有台在做 高价交给你 基本上你走一步算一步 那这个事情是风险很大的 对 好 来 蔡英文假如在打败苏贞昌之后 那就马上宣布苏嘉全当副手 喊出世代交替 表示他的这种破例 第一人选就是苏嘉全 第一人选就是苏嘉全 那时候很多人都讲说 蔡英文当选苏嘉全 他们带他去打台中有功劳 喊出苏贞交替 就这样配起来的话 是为好的 但是经过这一段 他们犹豫不决 让人家觉得蔡英文是无能的 然后他是被派系加持的 所以蔡英文让他显示 他是无能 马英九被骂无能 但是好像又比蔡英文能力强一些 他的样子好像又比他好 那跟宋楚瑜比更好 宋楚瑜是比他有能力的 但是比他全魔太多了 好像看了那个能力超手啊 看他人格特质 马英九又比宋楚瑜好 宋楚瑜只有一项好嘛 能力好嘛 但是那是已经过去了 宋楚瑜是外把马英九 骂成这个样子 马英九一直不理 表现得很沉稳 大家觉得马英九好像也没有 大家想象中那么差那么无能 他被与先宋楚瑜比是无能的 但是以人格来讲跟宋楚瑜比 那赢过宋楚瑜啊 他人格赢过宋楚瑜 能力赢过蔡英文 那这样看起来 好像还是交给马英九 会比较放心一点 是所以等一下回来 我要请教一下光琴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宋楚瑜这样的话 是真的没戏唱了吗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选票是会流向马英九的吗 第二个我们还要来问的是苏嘉全 他后来被选上担任副首 可是是不是其实蔡英文一开始 这时机最好的时机就已经错过了 选情真的会比较不乐观吗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